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让人世 告诫你 怎么了 没什么事 小事 我可以解决 那你刚才说 郑师傅和你说了些什么呀 郑师傅说 要我以后不要欺负你 我说你才是我们家的董事长啊 我们家大事小事都归你管 你不欺负我就好了 我有这么可怕吗 那以后家里的小事 我来做主 外面的大事都听你的 好不好 对了 你上次跟我说要把百分之二的股权转让给我 这事是真的吗 你干嘛突然提这个啊 你上次不是说不要的吗 我回去想了一下你说的对 我占有更多的股权 我在董事会就更有话语权 你也不想我在董事会收欺负吧 当然不想了 那我现在就让律师起草一份 转让合同书 但是奶奶还没有转给我呢 这些事情跟奶奶转为让你没关系 你只要给我一份合同的异项书就可以了 我觉得 不用那么着急吧 还是等我们订完婚之后再说吧 也对啊 反正 马上就要结婚了 结婚以后你是我老婆 你什么都能做 这个股权是瑞华给你的 我怎么能把心思想到你这儿逃不上去 如果股权的事能帮到你 你就拿去吧 我不能丢下表姨不过 我只是希望身边的人都能好好的 如果定制组画画的无相见资 我们会用全部的资源去支持他 如果考虑到私人的感情 那如果高杰愿意选择相见资 我也只能忍痛割爱 难怪你当初选择苏俊 说什么出于老师父们的意愿 也不过是你的私心吧 今天 董事长给我百分之二的股权 我没有答应 如果你有需要 这百分之二以后就交给你了 可明明知道你欺骗了 我竟然还无可救药的期盼 我到底该拿你怎么办 哎呀 这红咬死去了 你还死了什么情况 难受死我了 来 糟了 昨天表现都不错 对 客气 客气了就是 这给你的 进了啊 这个 摸一下 说说 好 太好了 沐总 我们这可是群戏啊 这到时候下面兄弟要是分得少了 我怕管不住他们的嘴 这个 就是给你自己的 管住你兄弟们的嘴 好 沐总常量人 我们也是专业的 你放心 以后再见面啊 保证谁都不认识 最好这样 否则 放心吧 您的手段我们都见识过的 为了骗亲外甥女 敢对自己像这样的狠手 你还有什么干不出来的呀 生气了还 走吧各几个 走了走了走了 沐总 告辞了 后会有期 咱们下次再合作 买了您的啊 小姐 小姐 我也不想骗你 可是选这条路除了是为我自己 也能让你离开余止 她对我的恨注定会让你们的婚姻蒙上阴影 我不要你和我一样 现在互相敌视的婚姻里 我只能这样 早餐好了 早餐好了 赶快吃吧 不然都凉了 来 我终于明白啊 外公以前做早餐的动力了 看着喜欢的人吃了自己做的食物 真的有一种幸福感 想到以后每一天都可以帮你做早餐 然后看着你吃完 真的很幸福 今晚 我们就要订婚了 玉芷 真的想谢谢你 谢谢你 给了我这个温暖的家 我习惯了退缩 你却总给我信心 总之 今后我们一起努力 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 高姐 你说的一切看上去那么让人心动 如果我不是早知道了这一切 恐怕已经沉迷在你的谎言里了吧 怎么不吃了 是我做的不好吃吗 我吃饱了 不好意思 还有事情 是 不吃饱了 我ng 快要吃饱了 每次吃饱了 你吃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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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你都好击的 我吃饱了 高姐 你 我第一次在你脸上看见端庄两个字 果然要当新娘子了 也端庄不了几天了 看你这样子 完全是暴躁已婚妇女的模样 这鱼植以后可有得瘦了 反正她都没有机会反悔了 我就可以放心大胆露出我的本性了 平真 我今天起来的时候 都有些恍惚了 幸福就这么近在眼前 我到现在都觉得像做梦一样 一切都太不真实了 甚至我怕 这是一场金花水月 是我意想出来的 哪天我一伸手 梦可能就碎了 你呀是被幸福冲晕了 从泰国回到国内 这一路走来 所有的情形都历历在目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或是奢望过 和鱼植会有开花结果的一天 所以这一天真的来临 反而有些忐忑 好了好了 回魂了啊 可以了 我可告诉你 我还是个单身狗呢 请你过往照一下我的感受 我呀 你觉得呀 你这是典型的婚前恐惧症啊 十个新疆里 九个都有这毛病的 那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就没心没肺的呗 你别怕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你们经历了这么多 童话故事写到这儿 王子和公主 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谢谢你 谢谢您 平瞻 可惜 不过说实话 我还真有点紧张呢 毕竟是你的订婚宴 我要好好敷个面膜化化妆 美美地做你的伴娘 你们的淤泥房借我一下啊 不过 今天晚上 还有另外一只单身狗 颜凯也会来哦 正好可以给你做个伴 你乖乖地管好你自己就好了 你操什么是我的心啊 股权转任合约 今天晚上就能拿到手 恭喜啦 菊总 合同一到手 樊丝就是芮华的新主人了 牟总 那我也恭喜你 即将成为芮华的新董事长 谢谢 谢谢 那我们合作愉快 拜拜 电话打完了 嗯 子鱼啊 你可要想清楚 你是把高杰当女儿看 跟她又做母亲的 这样对女儿的 瑜伽的情况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 如果瑜只知道 我跟高杰这段关系 她会不会对高杰好 与其让她以后痛苦 不如现在 我就帮她做这个决定 可这是高杰的婚姻 有这么武断地 替她做决定吗 那如果是我成功了 高杰就能过得比现在更好 到时候你还愁她找不到 比一只更好的男人吗 换个问题 就要让他去 更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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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共同的利益 我的目标就是瑞华 只要瑞华一主 就够了 我呀 我把你谋告了半天 把自己搭进去 对我而言 你没事才是最重要的 你放心 我 我是不会那么容易说的 给你 拉了个老茶 我泡给你喝 我泡给你喝 坐 泡茶 白茶是吧 我们大人 如果承认你 我们不太快 不及了 我们没什么 城链 你不及了 他 你不及了 我 你不及了 你不及了 我说 今天好歹是你搭起的日子 那不去好好收拾收拾自己 跟我这墙壁叫什么劲啊 你明明知道高杰和你结婚另有目的 为什么非要定这个婚 你明明知道高杰和你结婚另有目的 你明明知道高杰和你结婚另有目的 你真的一点都不在乎 爱她爱到盲目了 我今天出门前 她跟我说 她说谢谢我 谢谢我给了她一个温暖的家 我觉得她并不是在骗我 我觉得其中是有什么误会 或者是说她有什么难言之隐 余芷 你让我去查李秉申拍了合同的真伪 结果怎么样 全是真的 是 高杰隐瞒和穆紫云的关系可以理解 但合同还不够说明一切吗 如果真的一点都不在乎 你来我这儿发什么谢啊 去哪儿 还能去哪儿啊订婚啊 去哪儿啊 余芷 当兄弟的 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 你要还是一意孤行的话 我也拦不住你 祝你幸福 行了 别吃了 我的好姐姐啊 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啊 真期待看到你脸上绝望的表情 那可能是对我这些日子所受的屈辱 最好的补偿吧 好 小姐 爸爸期待看到你幸福的样子 希望你今后的每一天 都能幸福快乐 高辉 高辉 不要急 再等等 你想要的 没人能跟你抢 她的情节你居然还留着 是啊 你要去哪儿 我女儿订婚的日子 我这个当爸爸的能不去吗 你当她是女儿 她当你是爸了吗 你别在这儿一厢情愿了好吗 不许去 你不要拦着我 我是一定要去的 不许去 你今天绝对不可以查出这个家门半步 你闪开 放开 要爸去 今天是我替高姐给爸爸的 卉卉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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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好久没见了 越来越漂亮了 是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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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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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你好 嗨 你好 你们几个一起来了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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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你们 越长越年轻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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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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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好 好 ärke 一直 Mega 半个小时 我做点时间 嗯 知道了 看看 看看 咱们家除了爷爷奶奶 其他人的婚姻 好像都不太幸福 我对高杰呢 一直都有点保留意见 但是作为你的哥哥 我希望你要幸福 不要受任何影响 谢了 怎么了 情绪不太高啊 没事 好吧 那我先下去了 你收拾让赶紧下来 对 哥 你帮我一个忙 怎么了 我担心一会儿高会 情绪会出问题 心情不好 做出过激的事情 你帮我控制点他 好 妈 还有半个小时 宴会就开始了 流程的细节都确认了 不会有什么错吧 您放心吧 所有的细节 我又重新确认了一遍 没有问题的 今天是我们瑞华四十周年的纪念 更是愚之大喜的日子 我是绝对不会让今晚有任何偏差的 余职的订婚宴 你一直忙前忙后尽心尽力 真的是要感谢你呀 客气什么 好 平真 好看吗 美乍啦 再漂亮的礼服啊 在新娘子的容貌面前都黯然失色 余职这家伙真走运 这么轻松就把你套牢了 我想想 还是认不住听以前受得最心疼 但不管怎么样 我都替你开心 你今天一定要高高兴兴的 我会看着你顺顺利利 把自己嫁出去的 你呀什么时候变得那么感性了 我一直都是多愁善感的女人好不好 我现在有点紧张啊 有什么好紧张的 不就是订个婚嘛 又没让你上刀山下火海 你记住 你什么都不要想 一会儿四一说什么 你就做什么 总之 你一定会幸福的 狠狠的幸福 懂了吗 高小姐 我们来补个妆吧 好 还有一项 好 没有 要 没有 可 对不起 高小姐 这 这 这是不是不好的预兆 你现在怎么这么迷信啊 这叫岁岁平安 待会儿叫人打扫一下 你小心别踩到 好 谁啊 还没弄好呢 急什么呀 陈美真 你出来一下 我有话跟你说 我知道了 你先在外面稍等一下啊 另外一只单身狗来了 说不定今天晚上有两只单身狗 会脱单了 你先别紧张 我过一会儿就来 你先休整一下啊 快去吧 人家等急了 阿姨能不能走慢点啊 不会真的被高级说中了吧 这家伙难道要找我脱单啊 你也有什么事啊 你说 我就是想让你转告高洁 让他千万不要做对不起余职的事情 否则 我不会放过他的 你有病啊 高洁怎么可能对不起余职啊 你这句话应该跟余职说吧 我就是提醒一下 别到时候追悔莫及 不急 我明白了 怪不得你没有女朋友 原来你满脑袋都是兄弟 人家对方都已经订婚了 你还忍不住替人家想东想西 我跟你说正经了 你听到没有 没听到 燕凯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呀 高洁那么爱余职 怎么可能做伤害余职的事情啊 你怎么别这么一神一鬼的呀 他做过什么 他自己心里清楚 你只需要把我的话带到就行 其他的 不用你操心 你懂了 好 那你也替我带句话 不要让余职做对不起高洁的事情 否则啊 我不会客气的 死杨凯 真是有眼不见余目脑袋 气死我了 好 怎么样 颜凯跟你说什么了吗 请你帮我转告高洁 让他不要做对不起余职的事情 他又这么说的 简单来说啊 他就想让你好好对余职 不然他说不会让你好过的 颜凯是余职的好兄弟 他说出这种话也不奇怪啊 而且你不觉得他很真性情吗 你居然还笑 我可一点都不觉得 哎 你们两个都认识那么久了 一点发展都没有 说实话 你 对颜凯有没有一点意思啊 红口白牙 千万不要我清白 我跟他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不对 半毛钱都没有 被我说中了吧 怎么了 我觉得颜凯其实也不错啊 你可以考虑一下 我才不要考虑呢 他这样的人 我才不稀罕呢 你们这种已婚妇女真讨厌 动不动喜欢把身边的人 乱点羊羊下凑对 你再这么说 小心我晾你裙子 都乱了 别了 表姨 品真 你先出去一下吧 好 孟总好 有事应该叫我啊 有事应该叫我啊 来 这份合同我已经打印好了 你可以直接在后面签字就行 来 你应该叫我 小姐 谢谢你啊 你不会后悔吧 这百分之二的股权 如果能帮到你 我怎么会后悔呢 不过 等你度过这次危机之后 一定要尽快转回来 时间久了 奶奶和玉芝那边 我怕 知道的 表姨什么时候 让你失望过呀 放心吧 好 好 什么 应该挺严肃的 因为我还有 后面的早餐 是 热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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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不好意思 高叔叔 哎 李奕啊 哎 高慧呢 啊 他没跟我在一起 哦 哎 高叔叔 那您先入座 因为我还有很多的客户要招待 哦 你先忙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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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下次这块注意点知道吗 好吧 好 后面怎么样了 后面 都弄好了 是吗 那我再去上面看一眼 您好 你们知道谁是负责人 我是 您是 您好 我是沐总的助理 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 沐总说小鱼总有点现在想法 她想给林董事长一个惊喜 所以想先准备准备 所以她那个流程 能不能往前提一提 那 您稍等一会儿吧 我去看一下好吧 好 来 把那个流程拿给我 是这样的 您看啊 前面这部分呢 时间都是排好了的 而且挨得特别近 我觉得应该提前不了 我看看 这个流程我们自己解决吧 没事 你们先去忙吧 我再跟董商量一下 那个 没事 没事 我们自己来吧 好的 走吧 嗯 考姐 我一定要在渔职面前 揭穿你和陆紫云的真面目 我看你怎么收成 好 好 藏 谢谢 好 好 你 好 卉卉 是你啊 我以为今天这种情况 你会不愿意来的 今天是我姐姐的大日子 我爸都能来 我为什么不能来 想多了 你今天 今天的心情真是好啊 你来啦 脸色这么不好 是紧张吗 可能 我累了 高姐 高姐 我 你今天早上到底怎么了 你今天早上到底怎么了 我后悔了 你后悔什么了 我后悔 我这么晚才跟你停婚啊 我后悔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所以我们之间 不能再有秘密了 因为你是我的一生之爱 我也是你的第一选择是吗 所以 也会开始之前 你有没有话要告诉我 嗯 没有 你 你要好好休息吧 我们以后一定见 我最后悔了 你 你 有没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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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女士们 先生们 欢迎来到瑞华集团四十周年晚宴的现场 欢迎来到赞 订阅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来到赞 订阅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来到赞 订阅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首先 欢迎大家今天能到这儿来 今天是我们瑞华创立四十周年的大喜日子 在座的诸位都是我们瑞华的老朋友 因为有你们 瑞华才能走到今天 我和我丈夫在创办瑞华的时候 我们的想法很单纯 只是希望有一天 我们的首饰能走进千家万户 带去我们瑞华的真情和真意 希望每一对新人在喜绝良缘的时候 能够有一枚聚集真情 传承美好的信物 这是我们瑞华每个人的想法 所以 我们做了一个小一点 慢一点的企业 始终保持着一个匠人之心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